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诗博乐 我是陈辉博 那今天的时间来到了8月25号 财比股市今天占上9100点 大涨98点 如果是第一次看微博的一个节目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 不论指标是向下还大涨 那如果是第一次的投资朋友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把这几天上涨的主要原因 还有筹码面的部分 慢慢来跟各位做说明 博乐指标主要的判断方式 用日线去判断趋势 用30分线去判断短线 微博在测标所写的是指日线的博乐指标 到今天为止的日线博乐指标 为什么会这样子 之前我跟各位说过了 外资它是属于在买操的状况下 我先给各位看今天外资的动作啦 可能会让各位吓一跳 事实上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因为这是外资目前的动作 这是到今天为止 8月25号 这是期货契约 在期货契约的部分 这是台股期货 也就是9月份的台子 各位 外资 你没有看错 今天8月25号 买超 一万零二十五 两百一十五口 买超一万口啦 目前为止累积的未平仓口数 已经来到了八万六千六百七十八口了 那整个行情 这边的一个上涨 它是目前为止 它是建立在反弹的状况下 什么意思 今天来美股市上涨 这几天连续三天的上涨 它是建立在这边下跌的一个反弹 真正上涨的趋势是还没有成立的 为什么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大盘的不论指标好了 这是到今天8月25号 这是日线 这一段时间从9千两百点下跌 然后这边又出现反弹 对不对 整体的架构还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向这边出现波段走势 这几天的上涨 你只能说是这边下跌的反弹 好 各位 日线不论指标到今天为止 它还是确定向下 事实上是没有转为向上的 都能线84 趋势线85 所以还没有确定向上 这是在日线的部分 但是 在8月22号那一天 微博就已经跟各位做预告了 我说8月22号星期一的时候 8月22号是这一天 也就是从9千两百点跌下来到8900点最低的这一天 当时候8月22号的时候 微博跟我的会员讲 包括传真稿 我们就已经有说了 我说明日有反弹机会 这个明日是8月23号 所以从8月23号开始 各位你可以看到 台北股市从8月23 8月24 8月25 就今天连续出现三天反弹 那为什么会出现反弹 这是今天的给会员的抠讯 这是第一通解盘讯息 今天是8月25号 早上开盘的时候 30分线它还是向上 所以台股它仍然是维持一个反弹的走势 短线会不会拉回 就要看30分线博的指标 好 各位 这一点可能各位不知道 我要延续昨天的一个行情到今天行情 因为其实昨天是这样说的 台北股市昨天说到600亿 那我说了 在反弹的第二天 如果是量缩的状况下 它一样是反弹格局没有变 但是昨天不容易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昨天是一个黑K的原因 这是昨天的讯息 昨天是8月24号 昨天那一样是属于 量缩的一个反弹格局 并没有因为昨天没有涨 这个反弹就结束 为什么 因为到昨天为止的30分线 都还是有机会向上 昨天微博节目有跟各位说明 如果今天的一个筹码面 外资是买超的 它会把30分线的博利指标 再度扭转向上 所以当今天的走势 这是今天走势 当今天走势一开盘的时候 30分线是向上的 然后请问各位 我给各位看今天的30分线好了 从胎子棋的部分来看 你就会知道 这是今天走势 这是今天的日线博利指标 我们把它切换到30分线 因为最近30分线是比较重要的 我给各位看今天开盘的位置点好了 这是今天8月25号 8月25号 8点45分到9点45分 30分线 因为今天开盘在这边 那我们拉几点看好了 动能线48 趋势线46 请问是向上还是向下 各位是向上没有错啊 时间点是今天的开盘啊 对不对 那这位微博昨天有跟各位说过 我说因为30分线它会主导 你很难知道说 外资今天它要买超还是卖超 这是昨天8月24号啊 当8月24号的时候 外资它是出现了卖超 3463口 所以昨天的行情其实不会涨 但是很明显啊 今天8月25号 买超了1万口啊 那这个重点是 你要等到3点半过后 你才知道这个数据啊 你没有办法在盘中的时候 去知道说 外资它今天到底是要买超还是要卖超 所以我们要借由什么 借由博热指标 借由一个依据 当有一个依据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这几天它是属于一个反弹的盘式 不然 怎么会在8月22号那一天 我们就知道8月23号要开始出现反弹 也就是在 8月22号那一天 我们就知道8月23号要开始出现反弹 不就是由30分线博热指标知道吗 我给各位看当时候在8月22号 以及8月23号当时候的一个博热指标 来各位 这是8月22号当天 可以确认一下时间点 也就是在8月22号 1点45分 这是期货收盘的位置点 好 当时候我就有跟我的会员讲了 因为当时候的30分线来到哪里 来到低档区 所以当它来到低档区的时候 只要它转为向上 就会开始出现反弹 对不对 好 各位你看 是不是从8月23号开始出现向上 这是8月23号的开盘 8点45分到9点15分 这是30分线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来确认一下 当时候的30分线状况 从原本的向下变成向上 就是在8月23号 这个时间点 8月23号 动能线15 趋势线12 所以它确定是向上的 这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来拉近确定一下 是不是在8月23号当时候的开盘 点位的话 大概是在8900点 好 从30分线向上 然后30分线昨天进入证 因为昨天是量缩嘛 30分线今天再向上 所以行情就是这样子出现反弹 各位可以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8月22号的行情 开始出现反弹的原因在这边 包括这是8月23号 连贯8月22号跟8月 来 8月22号的传真稿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8月23号的传真稿 当时候因为有会员在问 那这一波反弹上看到哪里 但是我说 反弹没有办法去猜测 你永远猜不到这个行情 到底会走到哪里 但是反弹的幅度 你可以看30分线不论指标 好 所以从今天的部分 我们回到今天好了 这是今天的开盘位置点 今天开盘位置点在这边 从今天开盘到收盘 都是维持30分线向上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掌势当然是如此确定的 所以其实以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就不会像昨天一样 因为昨天的开盘 我们还去挂糕点去做放空 对不对 今天开盘我就不做放空的动作了 因为你明知道30分线向上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带动 因为昨天的节目 我已经跟各位做预告 我说只要30分线向上 代表什么 代表外资它又变成买超了 当外资变成买超的这个行情 它就有可能会持续往上拉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有了一个依据 你能不能做判断 你至少说你不会乱去放空嘛 比如说你昨天去放空的 前天去放空的 或者是今天早盘去放空的 那不就会往上嘎吗 今天最大压力都穿过去啊 事实上今天微博有给我们会员最大的压力 今天放空其实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而且如果你有放空会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是不做放空的动作 早盘的时候微博有跟我们的会员讲 我说今天最大压力是在这边 9045 今天连最大压力都穿过了 表示这个外资是大量的卖超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判断说 今天压力在哪个地方 因为从不认指标它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当日高低点的一个判断嘛 那微博给各位看一下 我并没有糊弄各位啊 今天最大压力的确是穿过的啊 这是9045啊 是最大压力啊 但是今天收盘来到最高 9073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属于枪四盘啊 不要乱空啊 你就算要空应该要挂高点空 但是就算挂高点空 以今天的盘势 你不容易赚钱啊 因为今天是属于在30分线向上的状况下 微博把过去 今天的盘势做了交代 主要是要让各位知道 所有的盘势当中 它是在变化的 你必须要当下能去判断状况 你至少可以避开风险 不至于乱做啦 也就是说 当这个行情 我们这样说好了 今天是不是大涨 对不对 那如果未来30分线走会向下呢 来 我先来讲 之后的台北股市走势好了 这是今天的30分 的走势图 这是今天的30分线 最近的走势上涨 原因是因为30分线向上 对不对 好 我把这个地方放大 各位 重点来咯 如果明天30分线继续向上 明天会继续反弹 但是我不建议各位 如果在涨的时候 你们去追高了 从明天开始 微博会看状况 我们会开始又站在 因为我们最近都是用 当冲的角度去做操作的期货啦 我会站在比较偏空的角度 为什么 这是今天为止 收盘9072的台子期 这是它的博力指标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 大盘从8月23号 开始做反弹 对不对 22号23号24号反弹 反弹到今天为止 已经来到了将近9100点 期货啦 大盘站上9100了 那今天的 博力指标 请问是来到高档 还是低档 再看一次 到今天为止 已经开始进入高档了哦 也就是这一波从8月22号开始出现反弹 刚才微博不是有讲吗 8月22号开始出现反弹 对不对 好 果然反弹上来 对不对 我说反弹的幅度 要看三十分线博力指标 对不对 好 所以三十分线博力指标 现在已经到哪里 已经到这边了 如果接下来三十分线博力指标 转为向下 那这个盘 它就有拉回的可能性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一再一再跟各位投资朋友讲说 操作依据的重要性 股市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应变盘市 第二件事情叫顺从趋势 就是顺从趋势跟应变盘市 它是混合在一起的 你都不能去忽略掉它 如果你在8月21号的时候 你没有发觉到这个盘会上涨 你一路的看空 其实是不容易赚到钱的啦 那这个地方 我认为接下来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转折点 我希望各位可以把握到 明天之后台北股市 或者是期货指数 有可能出现的转折点 当然我还是会看三十分线 假设明天三十分线继续向上 明天还有机会反弹 但是如果三十分线从高档向下 那你就不可以排除这个盘市 它有拉回的可能性 我想以上提供给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讲股票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阶段 还会去买股票 对不对 我之前跟各位说过了 因为外资 它还是持续的买超 所以在外资买超的台北股市 它不会出现所谓的大跌 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博热指标向下 我没有留波段空单的原因 就算博热指标向下 我忠实呈现给各位 但是这段时间 我们期货还是用短线操作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但股票它会比较不一样 如果你买到 博热指标向上股票会涨 但是你买到 博热指标向下股票 比如说好了 微博这几天都有用 宏达电来跟各位举例 最近宏达电 你买了就是不会涨 因为它是属于博热指标向下的 我给各位看好了 这样各位会比较清楚 这是2498宏达电 这是宏达电的博热指标 为什么这一段时间的 宏达电都在下跌 因为宏达电涨上去 它的博热指标也没有向上 所以我说 选择要选择博热指标向上的股票 对不对 好 那要怎么样去做选择 我想这是我们下半个阶段的一个重点 等一下微博会跟各位公开 目前选股的方向 以及选股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在哪个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城主主部 陈老师 现在入会只要6888 现在入会只要6888 最后五天 大家再见 迎娅 2752 5868 2752 5868 请不吝啬 城东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利 无往不利 城东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振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现阶段的话 台北股市维持在9000点这边上下做震荡 那指数的操作角度 我们到目前为止 微博还是以当冲的角度去做操作 基本上不流仓的啦 那各股部分 我们会选择做多的股票 也会有选择放空的股票 但是我一直强调 如果你要做多要有依据 会涨的股票 它一定是符合一个条件 叫博乐指标向上 会跌的股票 它也是符合一个条件 叫博乐指标向下 所以这是基本原则 但是在选股的过程当中 我不只是看博乐指标 因为如果你只看博乐指标的话 基本上啦 胜率没有办法提到相对的比较高 我也不会再加另外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个股 如果我们要买进 请会员做多的股票 它一定要符合一个条件 基本面 因为一档股票它会不会涨 跟基本面有绝对绝对的关系 好 我做个举例好了 我以今天买进的股票例子 来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让各位去做比较 这是今天微博 请会员买进的一档股票 叫3032的尾训 好 我们买进尾训的原因 各位 博乐指标向上 还有一个原因叫基本面加 这是今天尾训 在尾训还没有上涨以前 尾训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拉回 所以当尾训这边下跌的时候 事实上你买在哪一天 你都赚不到钱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买在这个位置点的话 你会容易赚到钱 这没有问题对不对 重点来啦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尾训不会涨 那为什么今天尾训却冲上去 原因在哪里 我先给各位看 博乐指标 这样子各位会比较清楚 这是3032的尾训 这是尾训的博乐指标 各位可以看得到吗 尾训之前这边走一波拉回 再走一波再拉回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它这边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博乐指标向上 当它这边拉回的原因是因为博乐指标向下 同样这边上涨的原因也是因为博乐指标向上 这边拉回的原因也是因为博乐指标向下 这样清不清楚 好 为什么今天的尾训会开始往上 和第八中再往上涨 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博乐指标 因为它的博乐指标从原本的向下 又再度转为向上 所以我们去选择这样的个股 会相对的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我刚刚讲过了 会买进股票 不只是看博乐指标 微博还会观察它本身基本面的状况 那基本面要怎么看 微博设计出来博乐指标可以去看一档股票 它本身公司的营运是成长还是属于衰退的一个部分 这是3032尾训 这是尾训公司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 在尾训的基本资料部分 这是它公司在最近过去六个月的一个营收变化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营收变化这边有一个叫做成长率的部分 各位你可以看到尾训过去六个月营收的成长率是从20 26 34 42 54 各位有没有看到它一家公司它事实上公司营运在做成长的 没有错吧 也就是说尾训这一家公司 它的公司基本面 它是属于在成长的部分 所以当一家公司成长的状况下 加上它的博乐指标向上 是不是就有机会往上涨 所以当这样的股票 回到博乐指标 当它博乐指标向下的时候 我都不会买 但是当它不论指标一旦向上的时候 不就是它发动的机会吗 各位可能觉得说真的都是这样子吗 我再举例子 因为很多股票我们去买进是希望它可以往上涨一波 对不对 这是5243的F以胜 今天以胜公道涨盈板的 很强嘛 各位你看哦 F以胜在今天公上涨停的过程当中 这边出现拉回 那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这边会长 这边会拉回 一样 我先给各位看F以胜的博乐指标 这是 现在改成叫以胜KY 好各位 这是它的博乐指标 各位有没有发现 之前的以胜是属于博乐指标向下 所以以胜这边是在拉回 但是以胜博乐指标一旦向上了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它股价涨势就非常非常快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它也是具有基本面好的公司 我跟各位做一下报告 一家公司为什么股价会持续的往上创高 它跟基本面绝对有关系 如果基本面不好 它涨就会涨假的 但是如果基本面好的话 它涨它会涨真的 所以怎么样去判断以胜它的公司基本面到底是好还是坏 比如说这是F以胜好了 这是它的博乐指标的那个基本面变化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以胜KY它过去营收的一个成长率 我们可以从营收成长率 微博写出来程式给各位看一下 它从原本的6% 9% 16% 20% 21% 各位是不是在持续成长的 所以当一家公司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营运它是在成长的 再加上博乐指标向上 它是不是有机会往上发动 所以微博现在在会员买的都是买这样子 如果是基本面不好的 它可能就会走长期的一个走势或者是空投 我举例好了 这一档叫3673 TBK KY或者是叫FTBK都可以 你可以看到FTBK长期以来 大盘还在9000点 大盘走多头 但是为什么TBK就是不这样子往上涨一波 为什么它长期以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低档区 或者是底部 没有办法翻身 因为它公司的营运并没有真正出现成长 怎么看 我给各位看好了 这是TBK 这是TBK公司的一个营运 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成长率 以前是正的 然后后来最近六个月变-21 -26 -28 好 这两个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的 和缓了 没有继续再减少了 也就是因为它没有继续减少 所以它股价开始有打底 但是因为它的成长率并没有真正好转到哪边去 所以它的公司股价也没有办法往上涨 这个就跟基本面关系 所以现在很重要一点 你所买的股票 第一个它是不是博瑞子比较向上 第二个它基本面到底好不好 因为一家公司如果基本面不好的话 你就算买到了它长期没有办法走多头 所以最近微博带会员布局的股票都是属于基本面好的 而且是还没有涨的 举个例子还讲好了 比如说像 这是2488汉坪 汉坪是还没有动的股票 那为什么会觉得汉坪不错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汉坪公司的一个成长率 各位没有发现汉坪的成长率从26 36 43 然后升到44 它公司本身的一个营运是在成长的 所以现阶段买股票要买成长的公司 再加上它的博瑞子比较向上 它会比较安全 而且有机会往上走一波 对各位来讲 相对的投资 你会属于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毕竟在9000多点了 不要随便乱买股票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那微博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这次688的方案是最后5天 请各位好好把握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收看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手